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我们察觉到我们的每一次呼吸都需要万千环节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呼吸才是最珍贵的 而且你拥有它 感谢观看 葬文当中的慈悲与智慧 这两个名相很好 意义很深 灵节 悲心的您是心 节是主要过往 所以悲心就是心性之王 雪乐 智慧的雪是心 乐是最卓越的 因此 智慧就是最卓越的心 智慧就是最卓越的心 生命旅程 会遇上许多困境与艰难 但不论有多少苦 重要的是 回首曾经圆满完成的一切 并坚定地在选定的道路上走下去 这会帮助我们的心平稳下来 不管持续多久 我们均应有耐性而忍辱的前进 直到抵达目的地及获得圆满成就 都不应过于专注在痛苦或快乐上 否则祈求目标不会到来 感谢观看 手的形状代表色身 两只手代表方便和智慧 这是礼拜十所代表的含义 其他时候不一定 有时两只手做坏事 那时可能就是魔鬼吧 一个是魔 一个是鬼 但做善事时 两只手代表了方便和智慧 两只手合起来 具处备了方便智慧 具备了方便智慧双运 卫生起到开启 开启者稳固 稳固者更加增长 合掌代表这么好的缘起 音乐 我们作为一个佛教徒 依照佛法的道理 要保持着慈悲 要重视慈悲 依照慈悲修行 利益他人 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依照慈悲来寄行 同样 我们依照慈悲待人处事 不然的话 我们没有面对降服 嫉妒 傲慢等等 反而把嫉妒 傲慢当作非常珍贵的 我们若是保持这种心态 还不如一个非佛教徒 请不吝点赞 订阅ине 你会渴求上师 他或他的内在功德品质 你会渴求他的加持 那么为何你渴求这些呢 因为这些功德品质 存在于每一个众生之中 但是因为缺乏心灵的羞耻 你无法发现他 音乐 现在通过这些老师 和上师们的教导 指示和建议 你将这些开释 运用到自己内心中去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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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所有共同生活在这个星球上的人 彼此间有非常强的依存关系 而事实上 我们之所以共用这个世界 乃基于彼此间有强烈业力的连结 所有我们生活中美好的事物 均来自于他人 即使你傲慢地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人 你的傲慢与优越感的本身 也还必须仰仗着他人的存在而有